怎么讲 我小时候有个很奇怪的觉悟 大概三四年级 我发现我前面没有人了 我后面也不要有 前五古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 我大概三四年级有这个醒悟 这醒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家族 因为我们家族的环境很复杂 我们就我身上 比如说我大概说过 我的外公是河北人 是河北的 然后我的外婆是三溪太原 我奶奶是浙江少卿 我爷爷是广东顺德 他们四家背后 都背负着很多的东西 血海深仇 不是不是 整个百年来的中国史 上面很多事情的经历 所以我小时候呢是 你看他所以就这么沉重 我听了太多这些故事 然后而且呢就 我常常记得 我小时候常听到的话都是 你不要忘了什么什么 你要记住将来要怎么样 然后那个让我要记住 而且不要忘了的由头呢 都是比如说抗日的时候怎么样 北伐的时候怎么样 然后清朝没了的时候怎么样 我的天啊 那是然后呢 所以呢那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累 而且呢我发现那样的沉重的历史记忆 复杂的在流乱这种奔波逃窜的这种家庭背景啊 会使得一家人里面出现了很多你理不清的 很情绪化的东西 很心理上的一些阴影 那但我从小呢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做一个讲道理的人 而讲道理意味着什么 就是用理性的眼光 重新去审视所有的东西 所有历史上遗留下来这些情绪 这些包袱 我都要用我自己的理性眼光重新解释 然后呢 这就是用科学清算加识 我想亲情也可以用理性眼光来审视吗 我试图这样做 那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个很特别的条件 因为我虽然这么讲 但是其实很大部分时间 我家里面跟我实际住在一起 就是我外公嘛 然后呢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 这种人啊 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人 他是个 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他 爱他 但他是其实很沉默的人 我们在家没有声音的 就光我跟他在的时候 然后他的所有的过去 其实我都不了解 我是后来才拼凑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因为他会回答 然后他也不愿多说 他保留很多很奇特的一些的习惯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为什么呢 我住学校 然后我很小 我在因为我们家天主教背景 所以我很小在教会 是跟一群神父在一块 就所以那神父给我的影响 就是另一种 对 你刚才说到说那个尼采的 就是尼采其实认为说 为什么很多这个大人物 就是特别有权势的人物 他是不能谈恋爱的 他说因为 爱里面是没有尊重的概念的 就是没有上下级的概念 没有尊重 就是爱一定是要冲破了尊重 就是我们 就是才能是真正的爱 其实我就在想 这个父母和孩子 有的时候你这个界限 到底要到哪里去到一步 有的一对芬兰父母 就跟我说 他说你不是你孩子最好的朋友 就是好多我们现在讲爱 就是说你要和你的孩子 做最好的朋友 他说不是的 不可能 不可能你觉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他觉得一定那个界限是清楚 但是你说的讲道理对的 就是说你要跟他解释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界限 他到底是在哪里 你只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一言一行 彼此你看到 当你说一个什么事情 他眼睛里那种光 那种反应 你才知道原来他是这个感兴趣 或者他对那个感兴趣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好多时候说到底 大家说教育教育 教育其实不是个事 只要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彼此去感受 那就不是个事 可是你跟他在 因为从我女儿一出生 我就思考如何做一个父亲 一个对的父亲 思考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我想明白了 我失败 他的故事真是让我看了 就觉得挺悲壮 挺悲壮的 没有没有太多这样的故事 没有我说我真的想明白了 就失败 为什么 这是我说的 你无法控制 你干嘛要控制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影响 我说控制当然不是说控制他 要做成为什么样的工作 赚什么钱 什么人 而是说希望他有某一些的价值观等等 你做了你的部分 那不一定成功 假如你要看着说 你有没有成功 他到最后他有没有感恩 到最后有没有好好跟你相处等等 几乎你注定 我在看来是失败的 因为小孩 总有时间觉得说 把生命中的挫败 怪罪于父母 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帮我什么 不教我什么等等 这时候你控制不了的 你只能说问心无愧 其实我有一句话 我第一次听是个废话 但是这些年来 碰到什么事情 我越来越多的想到这句话 这句话我必须用劲的说 你才能知道他其中的深意 你知道吗 他能让你明白很多事情 扛过很多关口 就是 其实一切都是自然的 谢谢 原来他才信理财 这句话听在这里 你可能觉得是个废话 很多事情 就是说 没有那么多奇怪的事 没有 比如说 人都是人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 没有太大的两样 甚至于我就说 就像这个教育孩子 枉费了半天心急 其实也许 我们都是在参与一个自然的过程 对吧 而且甚至于 我认为教育固然很重要 还有一部分也很重要 就是遗传 我真的觉得 做音乐的一个管一个 就是一定是遗传的 我真的就觉得 就是有些东西 不是我爸教给我的 而是在我慢慢 这个岁数大了之后 我确实发现在很多事情上 这个反应啊什么的 都非常像 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个遗传之后 不是无可违的 不是无可挽救的 就是我很容易钻牛角尖 我很容易钻到这个一毫米 一毫米 一毫米就是一毫米 你知道吗 我很容易经常跟人发生矛盾 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是因为这个 但是呢 很重要的就是像文道修行的这个 要觉啊 要觉悟到你身上的这个遗传性 你不是无可挽救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放开来 正因为你知道你是个牛角尖 所以你才能离开牛角尖 尽量吧 也不见得能完全 就是你会 就是你父母是你一个这个资料库 你随时想修正回去发现 哦原始数据在这儿 实际上还有一个你说 现在也有很多人讲放养嘛 就说你说的其实都是自然的 不要管 我说不要管 我是说连你管 是是是 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你你知道吗 对有可能 比如说我问你一句 我我我我最近常听这个 这个这个人们说啊 说就叫陪孩子做作业 就是说这个 我看过那些视频 这个你看过吧 就是说哎 这个你就hold不住啊 就是要崩溃啊 要这个这个你这个 哎每次提醒自己 我不能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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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就发现每一个妈妈 你看他们在网上 我发现这是个群 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暴火 为什么我没 我不得不了解 首先因为你知道正确答案 小孩子因为跟你的差距太远了 你知道正确答案 第二你的时间有限 你就是不写上去呢 我就知道了 你写啊写 你怎么不写呢 你恨不得抓到他的手写 但实际上 这简直就成了个鬼门关 就是说要有的当爹子说 哪有那么费劲 今天我试试 我带他做做作业 待会儿这样 爹地一脚就把门传开 扬城而去 肯定是崩溃的 肯定是崩溃的 然后关键我就说了 就是你不能心里有那个标准答案 就不是 所以我说你成年人 自个都做不了自个的主 情绪的控制 我其实我走一圈那些国家 我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我真的要控制我的情绪 在孩子面前 因为你那种突然间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情绪 你后头再跟他说多少的sorry 说对不起 没有用的 没有用 没有用 是吗 就是他 其实你看他默不作声 好多东西都是在他心里 而且最重要什么呢 你会发现很明显的是 孩子小时候怎么被对待的 他大了就知道怎么对待别人 这个适合于所有 包括情绪 包括美誉的养成 他从小经历过什么 他之后知道是去怎么 太明显了 就是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小时候怎么被对待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 我就说我们家能不能 做一个安静一点的家 不许尖叫 不许大声 但是有时候我也 有时候也 就是我分配最高 但是我要忍住 我就就是说 这个太重要 包括你说的这个 就是我 其实我刚才还想说 我特别敬佩你 刚才能够很理性地 看待说自己 不要有后代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有小孩 像因为我觉得 对于特别是 这个女性来说 其实你到某一个年龄 我觉得是有一个 大自然的召唤的 你觉得好像 你要去繁衍后代 但是我很佩服 像你这样的 就是能够拒绝 这种大自然的力量 你知道吗 你能够理性到这个程度 其实我是蛮佩服的 就是能够做 他离这个野性的呼唤 比较远 没错 尽量去除这个 去人欲存天理 但是你谁都离不了一个 就是像嘉辉刚才说的 这个香港人也爱算账 就是说 什么子女实债 还是父母实债 但是你看到了今天 都有一个法律的规定 咱们刚才讲的是一种例子 就是说 这个父母亲 这简直就是一辈子就为了孩子活着 但是你知道去年 我从那个北京一中院 这个判了一个案子 我你像过去这个我都糊涂着 就是说子女赡养父母 父母抚养子女 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他原来父母离婚了 父母离婚呢 爸爸就是付抚养费 比如说是一年两千块钱 还是一个月两千块钱 我忘了 然后呢 他上了大学了 那么他父亲呢 就不付了 不付了之后呢 他就到法院去告 就因为法律规定 父母有抚养的义务 但是法院最终的判决 还经历了改判 最终的判决是什么 驳回 为什么 这一个法律的概念 就是说18岁 已经有了民事行为能力 虽然你是上大学 但是呢 你不能在法律上被认为是 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人 需要父母服养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勤工俭学 你作为一个18岁的成年人 对吧 你可以自己供养自己的学费 理论上讲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发现 法官判决不光是讲法律 还讲道德 就是说 在我国 从情感上 道德上 这个父母都习惯于 供养孩子上完大学嘛 实际咱们知道 何止上完大学呢 还得帮他 首付买房呢 他说 但是要认识到 在法律上讲 18岁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从法律上讲 你看 他不负抚养你学费的责任 你都没得说 因此 法官提醒广大青年 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感恩 这段视频帮我找出来 给我履约看 因为前几天 我不是说吗 我崩溃了 我女儿突然 很小很认真 跟我坐下来说 爸 我要去英国读书 读博士 我一听崩溃了 因为通常去英国 不容易拿奖学金 对 很昂贵的 在美国可以 所以当我 女儿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又看到 我一台法拉利 在我眼前 消失了 解体了 解体了 法拉利拉一台 大概就是那个价格 我现在会送你一个模型 这是我女儿说的话 我都没讲话 她看到我脸色大变 惨白 柔汗 她就猜得到 因为她整天听我说 要买个法拉利 她马上说 放心我 送你一个模型法拉利 所以那个视频 我前两天在香港 一个杂志上还看见 我才知道香港的风俗 跟咱们内地还真不一样 就是说香港这个年轻人 他就是都有要给家用 北嘎用 给家用的这种传统 是 一般 就是说只要 不管穷富 不管穷富 只要你成人工作 是这样的 就是你但凡有工作了 你出来工作的能力 你也找到工作了 不论你工作的收入是多少 你多多少少要给一点钱 父母亲 比如说假如我真的打份工 就几千块钱 我连养活自己都很难堪 但我多多少少留几百 比如说这时候塞给爸爸或妈妈 拿去饮茶 就说就拿去饮茶 孝敬的意思 这种一点孝敬的意思 那你要赚得更多了 那就要负担更多 那么也有人会负担到 就父母 就假设父母没有任何工作 没有任何积蓄的情况 你要给他们负责所有的东西的 甚至要更多的 那这都很常见 就是蓝方的 特别香港的民间传统 而有趣的在于说 父母亲总有理由 跟你要这个钱 因为父母亲可能不缺钱 但他会要的 他要 为什么 他第一个说你是责任 特别蓝的女的都是责任 第二个他说 你听清楚啊 我不是要来花的 我会替你传下来的 都是这么讲的 以后你没工作 被老公甩了 这个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我会拿回来 拿出来给你 帮忙你 还有呢 甚至刚闻到说 就算你那个钱赚很小 还是要给 有些可以扩免 比方说你每个月只赚3000块 根本给不了 没意思 可是扩免不用你给了 父母亲会告诉你 我先记住 你没给一个月大概几年后 当你赚到一个地步 他会跟你要回来 这是什么 我怎么听到刚好是相反 没有 我碰到的都是情况是 你给父母钱 他们不会去花 你给了他钱 他也不花 后来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 他的这个小技巧 他就说 他给他父母不是给现金 因为知道给了他们也不想去享受 不会花 他说你就过一段时间去父母家看看他们缺什么 直接买那个东西 或者你直接给他买点什么 说你给钱呢 他们那辈子的人都苦惯了 他都不会花 不一定 这是个别的 我鲜明的感觉到咱们俩是一个文化的 我们说的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这个文化里 你就好比说我爸我妈 文道是属于特殊家庭的 我觉得我的家庭很普通 真的就是 我一说千千万万人都有共鸣 就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 最后呢 花在病床上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说什么 他要花点我的钱 为了给老人治病 他们的感觉都跟杀了他一样 那个就是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还讲 今天还有啃老的现象 真是岁月在改变 我就觉得你像 你 但是你看你这个文化 香港好像还真的跟你们说的 我们我们 起码我们圈子接触不是这样 比如说 有的家庭是 是当然 子女要孝敬父母 就每个月的家用 必然要给 然后也当然会告诉你 这个钱是会替你存起来的 可是 他是不是替你存起来 其实这倒不一定 坦白讲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 他到 比如说家里面 他有缺的东西什么 他也会自动告诉你的 那我们真的没有这样 我们会的 我们父母比较 香港的父母 一般不是那么客气 还有一点不一样 这是不是说 这个你们缺乏人情味的原因呢 没有啊 刚刚相反吧 刚刚相反 比较亲切吧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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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不分离我 直接 雷都已经打工了 打工不备钱了 下午 下午 打工不备 加油吗 打工不备 我们那一代的父母 其实他们不太有机会 真正去学习 怎么教育子女 你不觉得吗 他们就叫自然 就是我们这一辈人 其实有了机会 你会去知道一些 跟孩子怎么相处啊 你会拿点书来看啊 会想这些事情 其实他们不太有机会 所以我现在看到 像在日本 有些那个幼儿园里面 他们是什么 收孩子 同时要教父母 父母得去那里 吃饭 这个食欲 教你怎么感恩呢 不是教小孩啊 教父母 父母一起去上课 所以现在当父母 比以前难多了 那太内人 当父母亲要学 坦白讲 当人家上司啊 老板也要学 怎么对员工当下属 每个领域都需要学 那就像你刚说 都是自然 OK 这生命慢慢会教你的 你有这个心 有很困难吗 你对给小孩 做一个好的示范 教他一个好的价值观 没有太困难啊 挺困难的 主要是没时间 没有 法拉利都开走了 没有啊 像我叫宁和 看法拉利瓦解 我哭了一下 当然就支持他去读书嘛 可是反而是说 互相对待的态度 要才是重要 你刚刚说到你父母亲 连花个钱 你给他钱治病 他都是舍不得 有时候真的很复杂的 他们很无助 很无助父母亲 比方说你父母亲 可能不要你的钱 他的反应是说 不要不要 有些反应不一样 像我也教育我父亲 我父亲这几年特别的身体不好 我父亲以前是个严厉的人 他当总编辑管人 一千人当然也很凶的 以前报社的同事还描述形容说 我父亲好像猫啊 他们像老鼠 他我父亲一踏进那个报社 猫回来了 大家安静 什么怕被猫骂抓 不是马吗 猫 马总像猫一样回来了 形容得好 然后这几年 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几年我父亲身体不好 耳朵也不好 然后照顾他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父亲 怎么多了笑容啊 在他生病以前 我没有看过他笑了 对手不笑 很严厉的 笑 我就懂 那个叫什么呢 其实他完全不懂得怎么回应 甚至有点上帝所说的不好意思 要父我 要儿子 甚至我要扶他去厕所 像洗手间 出外面吃饭 我都要注意他 哎呀 要观察他 是不是想上厕所 他也不好意思说 我想上厕所 要不要去啊 然后就扶他去 站在他旁边 OK 然后他整天挂着笑容 那种笑容就是说 不好意思 尴尬 尴尬 还有不好意思 要麻烦你 还有对于这种无助 无力的那种任命 那种感觉 所以如何对应 我觉得也不是说 给不给家用 那钱的问题 重点是那个态度 以前孔子又说了 论语不是有一句吗 有人问他 如何对待父母啊 给他们吃的 好吃的钱 可以吗 孔子就这样回他 你在家里养马 养其他 你也是给他好吃 对啊 哎呀 这个家会说的 这个让我觉得 要不说当文人 他也有好处啊 你有一个敏感的心 有一个慧眼 我现在有时候能体会到 过去老觉得跟父母 不知道该说什么 现在我有时候 也能类似于 找到一些乐趣 就是你观察他 特别是你观察到 你们俩相似的那些地方 我跟你说 有一种暖和 跟我养孩子一样 就是 就好比就是说这个 我父亲看电视 是吧 看一个什么 什么电视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他就跟那个老马实途似的 就是说哎 看见不好看的节目 沉住气 哈哈哈哈 待会就好看了 就跟看我们原作 一样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突然觉得 哎呀 就是跟我爸爸 真是跟我 就特别 真高级 而且有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跟别的人 外边的人交往 就是只有你能知道 你们家人 祖传的那种性格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家的这个人 比如像我父亲 嘱咐人一个事啊 特别细致 到了唠叨的程度 甚至他经常就是说 没有人比我们家人细致 你知道吗 就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回家 他在担心 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去买一个电冰箱 他考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们父子俩想的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线条 那个颜色 哎 那个地方好像有个斑痕 哎呀 当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吗 心心相应 心心相应 你就觉得只有我们家的人 是这么细致的 会想到这个东西 只有我们家的人 嘱咐一个人 才能嘱咐到这儿 你们永远都想不到 亲密 就这种亲密 就那种 你就觉得这是父亲 那就不用念DNA了 省了 DNA都省了 就是一辈子的怀疑 是吧 一辈子的担心 对 所以你说 像我们是一个文化的 就好像充满了情 但是文道 你发现没有 我现在在网上看 很多也是充满了账 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算账 就是内地有一部分吧 那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觉得正常的 很多的香港父母 并不会要求 自己女儿的男朋友 说要结婚 要先能够买房子 这种要求其实 我不认为今天在香港 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在内地 还是挺常见 我觉得内地 比香港对这点 可能要求还更多 没有 里面有个差别 你期待这样 因为你没房子 不准你结婚 是不一样的 就你希望他能这样做 但如果他说 他不买房子 或没有这个打算 你也能量 因为很简单 当你女儿 比方说是女儿 女儿要结婚 谈到结婚的时候 才去谈房子 那太晚了 这在第一关 你女儿告诉你 开始说 好像跟对一个男生 有好感 要交往的时候 你就问他 有没有房子 也有啦 像香港网络 好几年都在流行 一段视频 一首歌改编了 那个歌名叫做 你住在公屋 这是政府的房屋 没有这些房子 不准吃只腿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首先是网络 有一个男生 写他的经验 叫做交往一个女生 好了 女生带他回家吃饭 就爸妈这样 然后妈妈就试探男朋友 住什么区 是自己房子吗 还是公屋 原来意思 知道是公屋 马上叫老公 把桌上的那一叠鸡 里面的鸡腿 拉回去冰箱 明天还要吃 明天中午 比较方便到 然后就不准吃只腿 没有公屋 不准吃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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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还是有那种担心 可是假如到了 结婚的地步 那太晚了 你说的太对了 我最近有一个亲戚 就是两个人 谈恋爱都好几年了 要谈结婚了 双方付多少首期 是男的付多一点 还是女的要平分 就为这个事 两家没谈了 分手了 真的是太晚 很现实 现在年轻 这个就能分手了 分手了 我也觉得很惊讶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什么 她那个是儿子 领了那个女朋友 第一次上门 见面挺好回去 说不高兴了 要分手 为什么 说他们那的风俗 是第一次见面 就要给个什么 9999什么的 回去还要补 就很多 什么地方 但是文道 你来下下结论 就是说你说 现在这种现象 也的确是 一个年轻人 他的生活成本 不足以支付 他毕业后的 比如说买房 结婚 那事实上会形成 就是很多人的父母 去供 对 没错 我觉得这其实 而且是世界现象 就我不认为 这是一个 外国也这样 当然你比如说 欧洲很多国家 肯老最早这个东西 并不是在中国出现 全球最早肯老 成为一个 舆论媒体讨论的 现象的地方 是意大利 他们不愿意 搬出去 他们认为 他们的女性关系当中 妈妈是最高的 没错 照顾她很好 尤其意大利男人 本来就有一种 很强烈的面母情结 就你在意大利 你就知道 在外头吃饭 所有的男人 都会一边 这个面 就是没我妈做的好 然后互相争论 谁妈做的好 就啥都是妈妈好 天小倾向意大利 对对对 就是啥都是妈妈好 然后所以他们后来 尤其这几年经济不好 在欧盟之中 意大利是长期稍微衰弱的 那么很多年轻人 在27、8岁 传统上应该搬出去 独立的时候 都还继续贴在家里面 尤其是贴着母亲 因为有时候父母 还分开了 分开了就肯定得贴母亲 干嘛跟着爸爸呢 跟爸又不会做面 所以很多时候 就产生这个现象 所以他们是最早 但后来你会发现 其实在全世界的一个规模 这不是一个 我们独有的地方 日本也是这样啊 你想要少量法拉利 有什么料不信 我不要去迷信那些首富 什么他给孩子 多严苛的教育 不给人留钱 你如果是巴菲特的儿子 座上不给你钱 这个资源 你见过的世面 你就问的人 跟巴菲特吃一顿饭 要多少钱 跟儿子吃打个半价 总可以吧 你写个回忆录 所以你的资源 已经跟别人不一样 不要迷信这个事情 所以巴菲特不用把他的钱 留给儿子 因为他留给他儿子的是 他的无形资产 他叫巴菲特那就够了 他信巴菲特 你还想给他什么 所以说归结到最后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香港人算的对 就刚才你说的 肯啊 不要紧 对吧 但是呢 肯的时候 一个像人家北中医中院 法官说的一样 当之感恩 对吧 这不是你父母的法律责任 对吧 二一个呢 就是你不能吃鸡腿 对不对 对 你不能肯定老 你还过着这种 简直奢侈浪费的生活 当然 那就过分了吧 分点鸡汤给父母 我很震怂 下钱学习了 下钱学习了 不错 不错 谢谢 当然咱们一看 就看洛克菲勒了 好 好 其实我之前看过有一个那个Montessori 对美吗 好 谢谢 我们下个儿